家屬是說有吃田螺、小米 還有一次淹過的毒蠢 然後我們有請家屬留一些胖的食物 因為當下第一個病人其實有問過家屬說有沒有可能吃錯那種料理 因為原住民的食材有可能是懷疑食材錯誤 家屬那時候跟我講說不可能 救護車機幫送病人來到急診 台東京風鄉爆發一次集體食物中毒 造成12人送醫 其中3人死亡、4人命危 據了解一名83歲曾姓阿嬤 在17號包了小米粽 內餡有蝸牛、竹筍、芋頭等食材 吃了之後卻身體不舒服 晚間送醫急救後宣告不治 家屬後來將遺體帶回家治桑 約30名親友前來受領協助處理後事 也吃了阿嬤生錢包的小米粽 後來陸續發生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狀 其實因為他到院前就沒有生命真相 所以其實也沒辦法做經驗過化驗 而且那時候其實有曾經有懷疑過 所以問家屬跟家屬說不可能 那時候有些病人年紀也很大 所以有可能懷疑 那時候當然懷疑說 有沒有可能其他共病到處的問題 後面送來的一群人都才高度懷疑說 會不會有食物中毒的情況 一開始家屬沒有料到是食物中毒 而包含曾姓阿嬤有7人送往馬街醫院 其中2人死亡2人命危 另外有4人送往台東基督教醫院 1名76歲的劉姓婦人死亡 1人插管命危 另外有1人送往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同樣也是命危 多人送醫院方懷疑是食物中毒 不過詳細的原因還要等衛生局化驗 而警方也來到曾姓阿嬤的住家 向家屬詢問當時的狀況 要來進一步調查釐清 打開葉子 小米之外 還包了蝸牛 竹筍 豬肉等 這是部落傳統美食 但從18號凌晨開始 陸續有多人不是送醫 而這些患者似乎都吃了他 大部分是吃這個 患者吃了小米種之後 出現嘔吐 暈眩 呼吸不順暢 發抖 口吐白沫等狀況 嚴重的則搶救後不治 凌晨4點多來之後 經插管急救半個小時左右 就不治身亡 然後另外一位 在7點左右的時候 狀況比較不好 經過插管之後 目前的生命跡象穩定 等一下會轉入我們的家戶病房 引起大家疑慮的是 裡面包的蝸牛 當時蝸牛是在村落旁邊抓的 分送給曾姓阿嬤 村民說通常抓到蝸牛後 都會放在清水裡土殺 放置兩到三天後 乾淨了才會作為料理食用 而前一批吃了這些蝸牛的人 都沒有異狀 而另一食材則是包覆 小米種的葉子 家屬說是使用克蘭葉 而衛生局則是說血桶葉 衛生局18號早上 也到場勘查 就是要釐清食物中毒原因 如果是農藥的話 有可能是跟農物有機靈有關係 看起來比較像神經性毒性 先用腰排除 或是說比方說心跳變慢 還是用點滴 看他們能不能哪些氧氣 最主要是他們的生命真相為 醫師懷疑是神經性毒性 原本參加親友喪士 親友們卻疑似集體 爆出食物中毒 到底是包的葉子 還是裡面的餡料 或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還有帶衛生局化驗釐清 TVB的新聞 我劉錦員和可言台東採訪報導